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毁了多少人 在历史上还有一对重量级的姐弟恋 他们不仅深刻影响了历史的变化 甚至还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则项 时光仍然岁月如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带着我们来到了2014重庆卫视 上演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旷世绝恋 当年轻漂亮的山寨女当家奶奶 收养了比自己小八九岁无父无母的流浪儿狗娃 他们之间演绎了一场乱世英雄的似水柔情 成就了抗日战火中的传奇故事 建设 小棍子护家 你娘的腿 凭啥你说了算 我是你奶奶 大伙看看 她长得像我奶奶吗 我确实不是她奶奶 我是她祖的 情感侠依动作大戏 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2月28日强力登陆 重庆卫视 该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 狗娃山年轻漂亮的女当家奶奶 与她捡来的孤儿狗娃 在烽火硝烟中的一段 似亲情似爱情 荡气回肠的旷世绝恋 展现了烽火年代的风花旋律 凸显了乱世英雄的爱恨情仇 本期超级访问特别节目 在线该剧拍摄场景 还原剧中人物几次 由荆家族主持人黄一新 饰演大黑罗 人都知道这是少子高 有劲无助 你待人先往沟里上 我零几个已经顶了 走 小枫饰演二娘 你个畜生 醒醒我现在就傻了你 你试试 我让你中间大树进去 王晋饰演发发 在节目现场 主持人江河电视剧 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主演罗晋 明镜一起 讲述戏里戏外的那些事 欢迎收看由药娜娜 一两块钱 两小只问您多出的 超级访问 大家好 欢迎各位 今天我们在现场布置的 很山寨啊 很像一个山寨啊 古皮椅 还有那个那个你看 古香古色 这是跟我们重庆卫视28号 要播出的一部大戏有关 我们还原了现场 哪个月的28号啊 2月28号 2月28号开始 有一部大戏 重庆卫视7点半啊 这部戏叫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其实我们的传奇奶奶 已经做客户超级访问了 对对对 然后呢那期收视率特别高 大家说哎呀 那个传奇奶奶来了 那她的那个里面那个传奇的孙子 怎么没来着 对 我们那天就说 那孙子到底是谁演的呢 其实我们知道那孙子演的 那扮演者也特别的受到大家的喜欢 特别帅 我们掌声游请 孙子的扮演者 罗景出场 欢迎欢迎欢迎 你真的来了 鬼子要工程了 咱狗外山不能不管 国家兴盲 匹夫有责 我昨天晚上就是睡在你的被窝里 睡了就睡了 大不了以后我们俩一块过日子 狗仔子 你看看这是谁 放了他 梅梅 梅梅 李东青 老子一定要在你肚子上一样打个洞 罗景我问一下你拿他们这个衣服和拿着这叫什么 弩 弩 弩 小心啊 这个真的是拍戏的时候 这都是你戏里的着装吗 对对对都是戏里面的衣服 你在戏里就这么帅啊 啊帅吗 你这次是你就是跨度最大的姐弟恋吗 算吧 爽吗 挺好的 人家出场问的问题真的奇怪 你有没有先看一看这两位呢 有眼熟吗 花花和那个二娘嘛 对还好 我们没有白白牺牲 衣服认识 那这个 这个大掌柜嘛 这掌柜怎么称呼你的啊 他在戏里面 就狗娃的嘛 狗娃 狗娃 对狗娃嘛 那他是你谁啊 他是我的大掌柜嘛 大掌柜 现在宣传新戏好不好 对啊 那么欢迎罗靖来到超级宝门 欢迎 2月28号 大家一定要锁定重庆位置 看我们这部戏叫我和我的 传级宝 欢迎收看由瓦哈营样快见营样早餐 欢迎做出的超级宝门 你跟明镜的合作导演 找你来演这个角色 然后戏中是他收留了你 对 然后呢你爱上了他 对 然后气这样的你们都不顾我啊 就好这口我们都知道 那当你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说要跟宁靖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手戏 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他第一我是感觉他挺符合奶奶的气质的 就是很很爽 嗯 就他本身本人也是一个特别爽的人 你之前有看过他哪部戏吗 《红河谷》 喜欢吗 那个时候是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然后我们电影我们学校电影包场 然后看了一个电影叫《红河谷》 就是很纯啊很漂亮啊 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女神了 你没有想到会跟他 哎呦都没想到 演出情细吧 都 啊 差点就飞着道理了 那要不要我们把当时的奶奶请出来 要吗 好呀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奶奶的扮演者明镜主堂 有请 哇 我以为你们把我忘记了 怎么搞得还不要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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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冷吗 后面还好 这是我们的主场 现在上去先抱他呀 来 来 哇 这不是 哦 好多 这这这这你们都忘了 像是穿着你的那个 他给我画过画 这次有男人一点吗 为什么你肚皮那么大 我的身材没有他魁梧 我就加点肉在里面 哎 卖人 脸上也要加点肉 嗯 对 就这样 对对对对 奶奶 张家宝出事了 我可比你大八岁 不能生养 你想好 奶奶 嫁给你 你还打算叫我奶奶是吗 你有名 徐彩霞 叫他啥 徐彩霞 我这辈子还没有给谁跪下过 为谁 第三拜 谢谢 今天要好好聊一聊戏 我觉得那个戏里说的是奶奶收养了你 然后你爱上了她 大家听她精髓 这两个人往这一坐 我觉得 我觉得 没什么年龄差距啊 对 她是班配啊 但问题在于 班配是没有问题的 但年龄差距是有的 她是特别好 她就哪怕在膝下面她也是特别好的 那膝下面当然我没见过她 我说有一两次 那个老板说我们太辛苦了 请我们吃个饭 然后我见到过她两次 不合群 怎么不合群 谁不合群 你不要那么紧张 这就是玩 为了节目你就认了吧 提我真的 她又怎么样 她说今天因为刚才又拷问我在后面 说她没有玩那个什么猜新游戏 是猜什么游戏 就是猜你心里面想什么的 真心话大冒险 就是这个 我说罗静我没有看见吗 她没有发现过 我说她一来的话 她就马上就坐到另外一边 我说腕都是这样的 反正坐在另外一边 不是我一边 不是你先跟我讲完就对了 其实我以前我也是坐在一边的 后来我发现 这样子不行了 显得我好像年纪很大的样子 跟年轻人打成一片 我就老去蹭在人家那个圈子里面 为什么我们一见年轻就不正常了 对 就好像什么都 控制不住自己 她在后台也这样吗 我跟你说她是这样的 你不能点到那个穴位 你点中了以后 就开始了 笑场是吗 而且不是笑场 是就聊开了以后 就是 就是 她碰到合不来的人 什么样子的 表现出来 完全就像小孩一样 没有遮挡 是吗 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好 我会表现好奇怪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好演 其实找女朋友找这样特别好 不累 咦 你是要窜到我们俩了 不是 我觉得说找女朋友 就是我跟你讲的 其实 对 像我这样跟男的都面临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很累的 特别累 是吗 是 你就怕让人猜是吗 我没有啊 我特别直爽 那我想问一下 罗静喜欢的女孩是什么类型的 对啊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你不知道 罗静不怕了 年代已经变了 现在大家都结婚生小孩 对 不要遮遮掩掩掩 我喜欢可以给我结婚生小孩的 哪种类型的女孩是 你绝对不能接受 她有一特点 这个特别受不了 特别就是不真实 做作 假装 但男的分不清做作 问题是 我们女的都觉得特做作 男的觉得特发抖 有两种男的 真的有这样的男的 有两种男的 一种是觉得自己 特别了解女人的 男人的 那其实都挺傻的 有一种男的 真的是挺聪明的 像戴军也是这种人 他也是这种人 觉得就是很聪明的 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 对 后面还有一个 特别得罪人 特别得罪人 这傻男的 后面 后面因为我不了解他 眼神很迷茫 他一直很迷茫 他一直很迷茫 你以为我不了解他 那个小黄 不了解 你也知道我姓啥了 我当然 我一直都知道的 这种就是做作 好 还有什么特别受不了 我问一下 太过于的就是蛮横 不讲理 也蛮女友型的 强势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不讲理 我就是爷们儿强势 无所谓 但是不能不讲理 对 这也挺好的 对啊 现在我是觉得真的是这样 就我所有的 如果是说 让我碰到这样的女孩 我不会说 我真的就是那句话 我特别相信 就是什么呢 我不是怕 真的是尊重 王静 这个很好啊 我不太清楚尺度 你试一下 快点 你说 你看外面下雪了 我要吃炸鸡和啤酒 什么叫炸鸡 什么叫啤酒 我要吃炸鸡 就那个电视里面的那个炸鸡 还有啤酒 你给我去买吗 好冷啊 可是我想吃啊 真的想吃吗 饿了 确定吗 想 真的确定啊 好 我去了 你也太顺从我了吧 他不是因为不讲理 对吧 这样会是不讲理 我在演本能 一般男的 来 我叫你 什么叫不讲理 丁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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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适合 我们特别相爱甜鸡 你爱我吗 我不要你跟所有女人来往 一对鱼吃饭也不可以 你看他们也不可以 我会弄死你的 这就完全没办法 你答应我吗 这就没办法答应 你答应我 因为他们都不会为你付出一些而我 所以你都不能看他 尤其对面那个人 你看他 我的心会碎碎一地 然后让你光着脚踩在我碎一地的玻璃上 弄死你 这也太可怕了 前提是我爱你 所以这是一种胁迫 其实这是爱自己 特别可怕 这是爱自己 真的真的真的 你碰到过这样的人吧 就是我用我爱你胁迫你 所以你不喜欢这样的 其实这种行为不是在爱对方 是爱对方 但好多男的吃这套 我也不吃 你也不吃啊 他应该不是吃这套的 刚才你们进这儿看我 我特别认真的看 你特别认真的看 你特别涂飞奶的 因为不太一次见到李静 有惊喜 对 因为他太有一套了 太有女人的那种功能了 他原来你知道是什么是什么 功能 功能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撒娇的功能 我一直在学习 我学习了很多年 是因为我善于观察所有的女人 我也观察了 但是我记不住 我什么都不干 就记这事 所以他不能接受的 我大概知道的 但是他这种类型说我特别喜欢那种类型的男的 正儿八经 就刚才的那个反应 不是刚才的反应 因为他刚才的这种 他的这种对女人的看法 你懂吧 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希望女人是什么样子 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真的是像他这样做得到的话 上个姑娘们 这个是钻石王老五 那所以罗金现在你是单身吗 他不愿意说 我看他好像眼神里有一点犹豫 你现在是单身吗 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怎么可能是单身 罗金你太可爱了 你根本不用回答他们问题 我教你怎么回答 他们每次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教你 你现在还单身吗 你猜 我觉得看你的眼睛 我觉得应该是有人了 答对了 喝酒了 你猜 我觉得应该有段日子了吧 答对了 就是说到那个 其实跟年纪合作过的男演员非常的多 你是不是挺挑剔男演员的 其实是气场 他不见得完完全全说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啊 我也没有谋事 就是气场 有的时候我并不认识那个演员 可是我就会觉得可能我跟他会弄不到一起 我就会说我没有时间 嗯 我不会要求私房去换人 嗯 这样如果他把罗金找来了 我特别不满意 我也不会说你换掉他 嗯 我只会就是说 哎你怎么找这么一个人来 我会这样 因为我已经签了合同 我不能退出嘛 所以我会有一些牢骚了 但我们听说啊 你开机前还跟导演说了这事儿 嗯 他说给我找来这个狗啊 一定要长得帅 是的 我提过要求的 一定要帅 我说这个人一定要古灵精怪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他要漂亮 嗯 就像这样子的 最后就找了一个花样美男 对 对 罗金是挺好的一个孩子 说正题 哈哈哈 因为我改不过来了你知道 因为我就是演他的长辈嘛 真的是改不过来了 他跟你男朋友差不了一点啊 你都 对差几岁 我觉得你男朋友更成熟 他都不太 没有没有 他也很成熟 他女朋友喜欢他这样吗 他女朋友我不认识 我很幼稚 你有女朋友吗 啊 哈哈哈 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所以将来我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哈 如果跟你搭张的男演员 他突然加气嘛 你怎么办 没事啊 如果特别自然的加 就是不要给我加就好 那罗金有在心里加自己加气吗 我觉得 我没有看他的词啊 但是如果 我也是属于分词那会儿 但是如果 他还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这不得不说 就是说如果他是要加的话 我也不会反对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拿得住 他们说得很nice 然后加气也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碰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还是有点怕怕的 因为我们看到戏里罗靖突然加了一场戏 而且是激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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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跟你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是加的还是0 2月28号才播 对 天主为快 我喜欢的是你 我爱你 我要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说什么呢 过是你奶奶 那我还是 我可以当爷爷 可想我们有多没有激情 这就是我们的激情戏 这是我们全戏里边最激情的一场戏 这个话突然一下 我也吓一跳 对啊 那是临时加上去的吗 罗靖 本来是有一场吻戏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都觉得 我们都觉得这种不够干净 所以说后来 后来就在犹豫这个亲还是不亲的过程 当中最后我就选择了 撑就上去亲了一下 我们删掉了一些所谓的这种激情的戏 对 觉得不合适 他不是蹭一下你惊着了吗 当然要那个吃惊的感觉 第二下的时候他更惊着了 他没想到我会来第二下 因为就算我这样的老演员 他也惊吓到了 说明他还不错 因为我们这个戏 确实是没有办法演激情戏了 会让人家觉得难受 对 逻辑你是埋伏好的吗 还是临时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演戏真的是这样 就像刚刚说的 说其实演员最最害怕的就是碰到对手 在死背台词 所以我们都在交流 所以每一个反应 我觉得都只要是真实的 我觉得那个戏会咬得很舒服 所以说我觉得跟我们在一块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就我们的点很多都是现场给的点 那这样的不舒服是什么样子 今天现场啊 我们后面有三位 我们给他们个机会 让他们去试着加一个戏 谁愿意来试一试 大黄呗 待会辛苦您了啊 下一场戏很简单的 就是你去茶楼喝个茶 然后叫伙计给你上个茶 就这么一个戏分 好吧 辛苦了小金姐 等一下 那男演员演什么呀 我 你就是去那个上个茶就好了 没有什么语言的 不需要 我就是那上茶 来 来 做我们准备好啊 来 3 2 1 开始 小二给我上个茶 哎 好嘞 客观的 你要好好喝哪个茶 哎 你这是干嘛呢 今天有点热 哎 导演这人有病吧 你也很流氓 哎 我刚才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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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耍流氓 小流氓 哎 你这个新人怎么不接近亲们呢 要抢戏不能这样抢 来 不符合剧 我们换一个男演员 不符合剧 小金姐不好意思 刚才太不专业了 我给你换一个专业 专业级的 能配上跟您大戏的 好来各部门准备啊 3 2 1 Action 哎 小二给我上茶 客观 您的茶来了 这 这茶还能喝吗 能喝 您喝这茶是为什么用的 嗯 是止渴 口渴啊 不是 祭拜一下天 这茶我复合了 我知道您浪的茶楼一定是有事 哎 人呢 哎 这太强劲了 这个在剧组里面 这个就是 就是这演员可能恶意的 他不是神经有问题了 因为都轮不到演员不开心 导演肯定喊卡的 有这样的人 其实是 有有有 我们 我最早客串过戏 我不懂啊 然后呢导演就骂一个人 我还说导演怎么秀 为什么因为前面在拍戏 这个群戏 然后有一位老在后面这样的 有有有有 他就是 这种更多 主演在前面讲话 有一个人使劲晃 有吗 有这样故意的 有有有有 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对于 他是对表演的真正的爱好 就算站在他的 站在他的角度上 还是表达上 详细 他真的是喜欢表演喝 他真的是喜欢表演喝 不对 罗金你不用这样子 我们都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有些人 我讲的表演有点重 恶意可能有点重 但是他真的是有意的 因为他要让别人看到他 导演也好 还是观众也好 他的想法是没有错 但是他的做法呢 就是说没有技术 刚才我讲这个里面是有技术的 他没有技术 所以这个是要学习的 但如果像你们刚才这样的话 就变成 几句的话蛮好的 就可能导演笑死了 但是如果是证据 如果就是第一杯茶的时候 那导演肯定要喊咖的 没有我跟你说 我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就这个样子太深入人心了 没有导演敢找我演戏 我一演证据导演就觉得好好笑 因为他被剪进去笑眼睛 对吧 笑兮兮的眼睛 对 像这样的如果在剧组 就会这样 因为我拍戏也经常会这样 就是导演吧 在现场监视器都看 然后我们在前面演 说你后面那人别笑 那人站着 你笑 你别笑 然后最后导演能动了 你别笑 还在笑 他长了一张笑脸 没办法 剧组里面 就这种事情是蛮多的 他说的这种 就有的时候他哭 你会一下就笑了 他哭得很伤心 人家眼泪是很珍贵的 因为不能一起流眼泪 但是他是笑的样子 但是他是真的哭 但是他就是笑的脸 对 所以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看到了 看到的话我就会想 大家就不要 就因为在这个事上 他也去被导演说 然后就浪费时间 我就说 大哥能不能稍微 站这边一点 其实 其实站到这边的时候 他已经站在画面外面了 但他不知道 但是 但是 但是这样也比 这样做也比 导演到时候 你笑什么呢 我笑什么滚 你别做比那个好 有一次就是我演一个医生 然后呢 有一个医生演演一个护士 然后导演就丢给他一句词 那女孩练练的很刻苦 等到一说那词 导演就怒了 他就说 李大夫 你的钱也不容易啊 不能 你傻了 导演傻了 同期在收音 那你怎么办呢 不是真的 挺来的 我见过一个唱戏的演员 说把他给逮起来吧 就逮起来呗 是吧 他是戏曲演员 把他给逮起来 我们现在全部就倒下去了 然后导演也不行了 最后他连来三遍 最后导演说 不行哥们 对不起你换人 对 因为他连带起来都不会说 因为我早前是夫妇歌手 我们在走学的时候 很多唱歌的都是唱金剧改行的 你知道吗 出来唱金剧都是老生 嗓子特别好 但是一上台走路都不会走 通俗歌曲 清清的 我这样离开你 好专业 最专业就是你的对 就是这样走 对 他功底在哪里 我是会 比如说几个演员已经很熟了 我就会观察到他们的时候 我会觉得站在太尴尬了 我就会觉得 要不要加一点东西给他们 甚至我会跟导演讲 给他加点心 他们能感觉到 你是善意的这样的去帮他们吗 我觉得应该能吧 因为我平时嘻嘻哈哈的 我跟你说情统演员 如果你丢一句词给他们 很高兴 高兴好几天 是的 他很认真啊 我这次在从未奶奶碰到过一次 我严重的警告了 剧组不可以这样子搞 就有一天 你知道他们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就有一天终于等到一个机会 他演一个护士跟我大概有十句台词 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句台词 然后呢那个副导演呢 就在旁边教他 其实是副导演的功能故事 他的技术不好 所以他没有教到这个女孩 功能 是啊 对呀 这个女孩后来就是教了 教了很久以后 我说那过来演一下 我看一下 然后呢 他一演就是那种 儿童小孩 那个幼儿园 蓝天幼儿园 那种 我就疯了 我说 他怎么演 我说 他就 你好啊 这样子的 是这样出去了 就是这种 我觉得不可以 我说 我说那个谁 比如说是戴君 我说戴君你再弄一下 嗯 然后人家就已经就有点郁闷了 就就开始就弄 就这样来回来去几次 其实我已经生气了 我说觉得这个副导演怎么那么笨 可是我 我也在看词 我又没有办法去说 哎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去交别 我又不是导演 你懂吗 我不能跨过这个关系 我就很挫护 其实我最后一次来的时候 他一来 我说 我说好像还是不行 我话刚刚说出来 你叫导演吗 他是为了保护我 你懂吗 导演马上说 换人 我一下就懵了 我当时我就想 哎呀不行的 这样不是很得罪人吗 人家等了好多天 就是等这一个戏嘛 然后你怎么就换人呢 然后马上真的就 突然就出现一个女孩 因为这些人都等了 就马上就来了 连我说 哎再让他练习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那个女孩一上来就特别对 哦 我就不能再说 再给他一个机会 但是我就一直很郁闷 我郁闷了好久以后 我很严重的 我告诉导演 我悄悄跟他说 我导演 我说这种事情一定不可以发生 如果说刚才那个人我不提 你要认可他 我充其量演了一场很郁闷的戏 我就算了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一点时间 我提出来一点要求 希望他更好 而不是让你换掉他 我们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 一句换掉 人家就没有了 对对对 我这个事情不能做的 但是我又不能去跟那个女孩说 哎不是我的从 人家不会相信的 因为是我提出来的 我就说我太坏了 我这个人做的 其实有时候在剧组啊 他应该也碰到过这种类似 我就问你 就经常有这样 突然就能再出现一个人啊 马上就有一个女孩 因为全都是一样的辫子 只是换一件衣服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感受 我觉得他们好不容易啊 我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啊 就是比如说他自己准备的很长时间 反倒他自己紧张了 你知道刚才说出的是 我们先生有时候 我们坐在后面不开心的时候 其实特别想 他会跟你说两句话 也是晃一晃是吧 你可以正好在那个位置挠挠腿啊 我跟你说 军姐一说话 就这钱都全毁 只有一个方法 拿出手机让来 后面磕瓜 觉得这节目很好看 不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挺老实 法国赖带军要坐后面 他就特别回家系 要不然你坐后面 黄一鑫 黄一鑫 你就跟上去 没事 这多不好意思啊 金哥 没事 我特别能加息 你说 可以吗导演 没事 带军那我们就往下进行了 好 你没事吧 没事我给你解释 那么说到那个就是 这支戏里面有很 因为我知道逻辑是 军 有苍蝇 因为我知道那个 那个逻辑是 武生最少是吧 然后就是 这里戏里没有 这戏里没有很多武打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武打戏的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兄弟们有种 就跟着我一块儿杀鬼 杀完鬼子 要咱们再打死都经过 上了战场 就不能怕死 不能怕疼 豁了命也得干到 电视剧《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是由著名动作戏导演 陶秋虎清丽指导 其中演员在零下狠度 瞬间锋利七八级的环境下 拍摄舞系 五百渔场 爆炸系 二百渔场 打造了非常华丽的 武打对抗场面 这谁用的 这是我用的 啊 这不看 女生用这个 这不好用 这不好用 这个挺长的 因为 我真的是不信他 你知道这个鞭子 我抽到了 我真的有抽到自己 好多回 走 我抽到自己好多回 我有两次 这边抽了 就跟 小心哪 一样印在这个脸上 这怎么跑那里去了 我在精神上支持你 然后这个鞭子 因为它长嘛 哎呀 就你要这样抡起来 这样甩 然后这样甩 就经常打逻近的时候 哎 我跟你说这个鞭子 这个是短的那一根 还有一根更长的 就打到 有时候勒到我的脖子自己 啊 就勒到脖子 然后这边全部抽中了 我经常拿着这个鞭子啊 气得我要命啊 然后抽门 我特别傻的就是什么 抽门有反反作用力的嘛 老是打到自己 然后我又是那种属于打枪特别快 一点都不帅的 然后打人也特别快 因为怕把人家打不死一样 我如果打枪打慢了 我就怕对方打到我 你懂啊 所以我心里面是一个 就战争年代的心理 完全不是一个美女和帅哥的心理 所以我打的是我眼神是什么 我很凶啊 我就对着这个门 门啪 门啪 就这样 你看 你看 我很凶就这样 第一次做访谈节目 坐在所有人就吃这个 你快来 我不知道 我都跑了 罗静我问你 他抽你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就跑啊 他跑得可快了 这时当中要有个女孩老拿着这种东西 不可能 天哪 现在哪个男的吃这一套 谁敢呢 我去官女告她 你去告呀 虐待我 你听过那首歌吗 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 细细的皮鞭好吗 就是这个事情 经常就是我们在旁边拍戏 她就一个人 你知道那个鞭子 有这个两个那么长 对 她在那甩 这个更长 这会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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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天天拿这个鞭子自己练 然后真的是很功能 一会打到 太长了 哎呀 你们要小心 闪得好远 我瞎玩了 我瞎玩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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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看过电视 有一个人在那站着了吗 想看了吗 哇 大黄 不用你抢气 给你个出名的机会 来 不是我端着杯子呢 端着杯子呢 没事 没有 她拿着纸你去抽那张纸 奶奶 这事儿 抽给你 哈哈哈 现在你看 带军哥哥 秦姐姐都给你这样的机会 对吧 来 来 快 别害怕 看过电视 有一个人在那站着了吗 想看了吗 大黄 不用你抢气 给你个出名的机会 不是我端着杯子呢 姐姐 端着杯子呢 没事 没有 现在你去抽吧 帮着拿 帮着拿 她拿着纸你去抽那张纸 奶奶 这事儿 都给你 哈哈哈 现在你看 带军哥哥 秦姐姐都给你这样的机会 对吧 来 来 快 别害怕 来 妈 等一下 等一下 呃 林秦姐姐 我能不能先拿一个道具试一下 好吗 不用不用不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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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个道具给你试一下 再给你打 别打碰 别打碰 不要 注意啊 哈哈哈 等一下 我理一下 别动别动别动 别动 快去弄 那个后面的站远点 一会儿接一身血 哈哈哈 我吓你的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还在 我缘一圈只有一个人弄得了 这个李琦 李琦老师 我在节目里 我真正啊 就给我弄好几次 后来那个纸条就剩下这么大一点 他还把我打起来 你知道我拍幕编挂晒的时候也是 呦天赋啊 你得有大崩位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他好聪明 太想戏了 太好了 这个戏的武打戏危险吗 还算 我觉得还蛮危险的人 因为我们有很多武打戏是肯定危险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爆破对吗 对吗 很多爆破 经常爆破就在旁边 我觉得做演员 就是说我们采访太多了 其实就是一个高位职业 比如两位经常拍了很多戏 都有过出事的 就差一点点出事的这种危险 我们今天做了个小片 帮他们回顾一下 然后让他们在 接下来的拍戏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凭借早年打架的武术公斤 罗进拍摄打劲从来不用挺身 拍戏时受伤 也如同家常电范 在拍摄电视剧 误会应挂帅时 罗进便被马踢伤了腿 拍摄电视剧枪夹直 罗进被火热的烙铁 判伤腰部 在拍摄爸爸附近跌时 罗进更是在零度气温下 被冷水泼了一个半小时 导致眼睛发炎 相比罗进拍戏不要命 宁静拍戏可以说是散发命 早年间在拍摄电影《蓝灵王》时 宁静就不用替身 被吊在拳台上 拍摄黄河绝瑞 红渡黄河的气氛时 不会游泳的他 亲自上阵 导致肺腹受寒 而在和刘德华张国龙拍摄电影 新上海滩时 宁静更是腰骨骨折 半年时间 不能拍戏 高危职业 对吧 就总结一块你就发现 兽型大考验两位都是应该 对吧 你们现在有什么后遗症吗 有啊 当然有 您不好啊 腰局不好 就是刚才那个新上海滩 我又是从高的这个地方掉下来的 其实没有多高 可是就是寸劲 然后腰着地 很傻那时候 真的很傻 因为我们是落着下来的 可是一落着下来 一掉下去的时候 我正好是腰着地的 我有可能是摔在人家身上就会好一些 然后腰一着地 然后刘德华一过来 那个摔被摔的人就不好了 对 不会 因为特别短的距离 我就讲的是寸劲 所以你有时候防不胜防的 然后一过来他就要拉我说 赶紧走 他就有这个戏 然后他一过来拉我说 你别碰我 他说你敢戏了 跑不了了 不能动了 完全不能碰 对 就不能碰 对 就不能碰 但是真的是很巧 我跟你讲天意真的 天意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去穿过那个护腰的东西 他们给我准备了 我从来没有穿 可是那天很奇怪 我说给我穿上吧 如果没有那个可能会更严重 现在后遗症就是 就是不能坐久 比如说我坐在这 你要让我一直坐着 我就会腰痛 但如果你让我上来 起来走一走 弄一弄 站久了不行 坐久了不行 就一个姿势不能太长时间 对 所以影响到颈椎也不好 所以我的床旁边有五个镇头 就是今天要睡这个 明天要睡那个 就一直要调整 换个水 对 一直要调整 那拍这部戏的时候没受伤吧 这部戏有些小了 有些小伤 你说被子弹壳还夹到 不是 因为那个叫什么枪 我那个壳子枪啊 它是大不得了的那种 方方就这样 他每次打枪的时候 我就特别害怕 对 因为他特别特别的 就是他拍的戏来 有的时候他不管不顾 玩命 对 然后我就会说 我就会告诉他 每次我都说 你这个枪我这么放 要不然会伤到自己 是吧 我老会这么说 而且包括 有的人在他旁边开枪 我说 因为那个弹壳会崩出来 有一天他的弹壳就崩我 崩我这儿了 对啊 他 碰往天上一打 我站在他这边 后来我就特别忌讳 站在他这边 你是站在我这边的 不管嘛 反正就是那边 就后来我就特别害怕 站在他那边 因为我永远会想起 我看见那个弹壳 那边到这儿了 我就是 那个弹壳还好点 那个还好点 对 但是很吓人 确实一下 因为那个枪大 所以他那个板击的地方 一抠 啪就打到这儿 我被挤 两次把这个肉打起来 就是翻开两回 对 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了 其实男演员会更危险 对 罗静 你在另一部戏里面 也是把自己的腰给烫着了 是吗 那天是 也是冬天 好像是一二年 一二年的冬天吧 好像是 然后 也是 拍的时候吧 走戏的时候 就是对方的演员 都没有去真的去演出来 结果后来等到实拍的时候 有一个烙铁 就放在那个碳盆里头 然后他不知道演着演着 就把那烙铁就拿起来了 哗往我腰上这一阻 我不会吧 真的不骗你 我现在这还有一阻 他跟你有仇吗 他是无异的吗 他无异的 他可能懵了 家戏 太真实了 这种家戏 真的被烙铁了 监制器 导演演的 说是 我记得你这演太真实了 我说可不是真实吗 真烫上了 我这个有点恐怖 现在都流 我那样碰到这种 没心没肥的演员 还好 还好那个不是那种烧红了的 这太没心没肥了 烙铁都敢 他可能不知道 他以为那个烙铁 不是热的 是道具 好吧 所以当然烫完以后 然后我当时好像还把那场戏拍完了 后来 有印吗 我自虐 现在这块还有印吗 应该有的 应该有 应该有 有印啊 我看一下 应该在这块 有吗 在这附近 哇你好白哦 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不是八痕体 在这一块 还在看一下 有一点 但是它不是八痕体 看不出来 怎么那么白啊 哈哈哈哈 因为那你的脸好黑啊 挺晒的 哦身上很晒 脸好黑 但筋肺断子后排 你现在男孩都愿意黑一点 对 你看 哈哈哈哈 哇哈哈 你干嘛啦 我这个脸白 我身上特别黑 哈哈哈哈 你们有 有近没近啊 俩男的比白 我黑 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特别特别黑 你看我 我那么白 哎呐 那再一块 再一块比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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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国家的 受不了 马来西亚来的 太滚太滚 哎你真的太白了 你在男的里头算白的吧 我天中就白 没办法 你看全是白 而且 它的白有种瓷 还有毛上分之下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两天那个 就是我们那造型师到了国外 因为我们那造型师从外都不穿袜子 真的是洞傻了 就买了一双女士的长头袜 哈哈哈哈 她在想 管她呢 反正就套上 很冷啊 就当修裤穿是吧 对 就把那个上面剪掉了 就套 套了以后 就没法走了 因为她腿毛特别重 就是在跟那个袜子摩擦摩擦摩擦 就站在外面 是真的 做女人好不容易啊 她们就把那个剪掉了 哈哈哈哈 这样了解一下 因为 呃 宁静很喜欢唱歌 嗯 那罗静听说也 他唱得很好 很喜欢唱歌 上次你唱了 你们两个在 在拍戏的过程中 有去唱过歌吗 没有 上次宁静来现场 今天她唱 你们唱的什么 这次你们要跟罗静一起 还是怎么样 嗯 唱什么 想跟罗静唱 我 听她唱我 想不想听 送给粉丝 我真的 我真的是一脚一准备 都没 没事 那我乱唱了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眼光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是颜色不一样的眼光 是颜色不一样的眼光 是颜色不一样的天空海阔 要做holes Canada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我喜歡我 彭大伟 关月夫妻 甜蜜做客 超级榜观 彭大伟 极端招数 招招出奇至胜 老婆你辛苦 你太辛苦了 这还是简直 现场给我们夸一个吗 不行我害羞 彭大伟 微爱跟做 异性绝缘体 他我不跟那个女演员留电话 我那个手机里都没有女演员的电话 当然我也不完全信 真的从结婚到现在 我说就是一次都没有过 有吧 现场更有诸多色适 考验佟大伟 爱其真伪 就是在一个商场里头 突然一个女孩 上来就把我抱着大伟哥 就是那场就放了什么 大伟脸红了 这怎么这么长 这什么劲啊 这是长经的一部分 我的长不好呀 你太子 更多精彩 尽在每周三 二十二点零五 超级访问 下面来正式 机晓二月二十八号 晚七点半 重庆卫视 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要开应了 来 我们有请 罗静先生来啊 倒数 三 二 一 哇 来 有请您 这好大到这 哇 来 有请您 来 我们在这家 三 二 一 哇 好枪法呀 这边写的是我和奶奶展现风果年代的风花雪月 这边是重庆卫视上演乱世英雄的爱恨情仇 请大家二月二十八号关注 我们再次走去 拉哈哈 你很开心 要找参见对本栏目的冠名播出 我们二月二十八号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本期超级宝贫 大家好 我是罗静 我是奶奶从山里头捡回来的狗娃山 嘎掌柜 我是宁静 我是狗娃山上的传奇奶奶 我漂亮 破辣 有情有义 据说这是重庆女人的性格 我有书生气 有江湖气 好像 有点重庆男人的味道 大小贵 你走好 只要我走我要活着 我就一定会照顾好奶奶 照顾好妇女